哈喽哈喽 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栏目 我是58汽车的主持人王晶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主要跟大家聊一下 我身旁的这台雪佛兰探戒者 那这期视频还是外观 内饰动力这三个方面 来了解一下它 那先从外观开始啊 整体的外观设计 还是雪佛兰家族式的这么一感觉 并且我们拿的这台试驾车 是一个RS版本 也就是说运用了很多亮黑色的套件 大家可以看到了吧 然后前脸呢 给你感觉就是非常的有时尚感 并且非常具有力量啊 让我看来更像是一个想号的开拓者 你可以看到头灯是分为了上下两层 上面是一个LED的日行灯 以及转向 下面就是远近光灯 那中网整个的尺寸 虽然说不算很大 但是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心思在里边 你包括它内部的设计啊 还有说RS的标识 以及黑色的领结 都提升了这台车的辨识度 那接下来去车身侧面看一下 其实这台车整个的侧面造型 我觉得就是一台SUV该有的样子 依然给了你很强的力量感 那作为一台RS版本车型呢 你可以看到 运用了很多亮黑色的套件 包括黑色的耳朵 车顶上方亮黑色的行李架 以及车窗边缘亮黑色的试条 还有说啊 基本上跟车身同颜色的轮圈 都让这台车的运动属性 又提升了不少 那车尾最让我惊喜的地方就是下方啊 双边双出的排气真的是很运动 很喜欢 反正我个人真的很喜欢 虽然说尾灯没有采用当下非常流行的贯穿式设计 但是说它整体点亮以后的辨识度也是非常OK的 另外在车尾呢就是黑色的领结 然后RS标识 整整啊 还有它这个上汽通用的字母 都是进行了一个亮黑色的处理 都让这台车可能看上去更加黑化吧 更加符合 比如说大家后期改装那个黑武士的风格 那接下来去内饰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做到了这台探界者的车内 可以看到内饰的设计语言 还是他们这种家族化的 比较经典 再搭配上红色的缝线又凸显了这台车一定的运动属性 那其他的我也不想多说什么 主要来聊一下它的车机系统 那它的车机系统一共分为四个界面啊 第一个界面可以显示一些新闻 还有说当地的天气等等 你再往右滑 当你把系统升级到最新之后 它这个图标会像手机一样 你可以选择把它放在哪等等 进行一些DIY的设计吧 更符合大家日常操作手机的一个逻辑 反正根据你的喜好就完全OK了 还是很便利的 那在第二个界面 你可以看到它配有短信 日历 车队 生活服务等等的一些基本的配置吧 那其实在这个界面 我比较喜欢它车队的功能 这样大家在自驾游出去玩的时候 就省去了那个对讲机啊 这个成本 我觉得还是非常OK的 再往右滑呢 基本上就是一些它核心的功能了 你包括苹果的CarPlay 百度的CarLife 还有一个就是它独有的APP啊 可以跟手机端进行一个连接的 上面有巡车呀 远程启动等等一些功能吧 反正就是让你的日常用车会更为便利一些 那还有一个就是随心听啊 它这个内置的音乐软件 我觉得很好用 并且它歌曲也很多 作为一个90后 你要在车上听歌什么的 就不用再连接蓝牙等等了 我觉得这个是很方便的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它安极星的存物 可以实施救援等等 这个都是很好用的 大家在日常使用的时候也都会用到的 再往右滑呢 就是可以看到 其实是一个空白的 但是在最左侧有一个加号 当你点开之后 它可以随意的添加你想用的这些功能 就完全的是一个比较便利化的设定了 就是你完全可以把你常用的功能都集中在这儿 当你想消除它们的时候呢 你只需要长按 然后往上一滑就OK了 整体操作起来 真的跟手机一样 我认为一个好的车机系统 就是让我上车 可以把手机放在一边 那摊接者的这个车机系统确实做到了 那还有一个功能其实还是很赞的 就是它整个的语音控制 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改变它的名称 比如说现在我叫它小小雪 你好 这样它就出来了 然后比如说你想把它的名字改成什么小二 你就跟它说小小雪 我以后叫你小二就好了 这样它就明以后你再呼唤它的时候你直接叫小二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亲切的 那还有它其他的功能可以给大家一一演示一下 就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比较惊喜的就是它整个的导航 它可以从A点到B点再到C点这样的设定 我觉得这样设定有一个好处就是 大家在日常用车的时候 你可能会面临着接朋友啊送朋友啊等等这种情况吧 那他们必然是不住在一个地儿的对吧 当你到达B点之后 你就省去了再导航到C点这个过程 还是很方便的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好 导航到天安门再到长城 找到多个天安门 从今第几个 第一个 这样它就开启了导航 整个的过程还是非常便利的 那大家可能还会面临着其他的场景 比如说我要去某个地方玩 然后我又不知道那边的天气 或者说有什么玩的 还有这些酒店美食等等啊 那你完全也可以通过它的车机系统来实现这个功能 三亚那边天气如何 明天呢 后天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它可以帮您查询机票 还有火车票 这样接下来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帮我查一下今天从北京到三亚的机票 翻到最后一页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整个的便利程度很OK 并且对于你语音的这个识别度也是非常高的 就是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是非常非常流畅的 那如果说你临到中午了 你本身饿了怎么办呢 你也完全可以问它 我饿了 按价格排序 翻到最后一页 找一个评价最高的 就是它可以找到你周围这些好吃的 然后它还可以用价格给你排序 如果说你不知道去吃哪家 你还可以让它给你推荐一个评价最好的 这个我觉得非常给力 尤其是对于那些比较纠结的用户 那如果说你明知道你想吃什么 你想吃火锅 你也完全可以问它 我想吃火锅了 找一个评价最好的 就是当你选择完了之后 它就可以自动的进入导航的界面了 把你引领到那 你就可以开始吃你的午餐了 那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跟手机端独有的APP进行连接 那它里边可以跟你的账户进行一些关联 例如航班信息 火车信息 都可以在这上面进行一些数据的互通 还有一些扩音乐 听办 喜马拉雅 这些比如说 你在手机上增添了一个歌单 或者一本书的时候 你在这上面只要跟它说 它就可以放上了 那它整个听歌的过程 也可以进行语音的唤醒 例如这样 我想听周杰伦的歌 然后等它 这就放上了 其实整个的便利程度还是非常高的 对于你语音的识别度也是很OK的 我觉得它这套车机系统加语音控制 在合资品牌车行中已经是算得上比较优秀的了 那接下来我们把车开起来跟大家聊一下吧 好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台探戒者开起来了 那还是老规矩 先来聊一下它整个的动力系统 这台车搭载一台2.0T加9AT 这么一套动力系统 那这台发动机最大可输出的马力 237匹 峰值扭矩 350牛米 这样的数据在这个价位 或者说同级别的车型中 已经算得上是比较强劲了 在我实际体验过程来看 这台车也确实如此 就是它给我比较惊喜一点 在于哪儿 并不是说它整个的初段 或者怎么怎么样 而在中后段的时候 依然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加速感 就那天我在高速上 100公里每小时之后 只要你身踩油门 它依然会给你一个 比较不错的加速体验感 这是我觉得这台车 表现非常好的地方 那接下来就是它整个的变速箱 这台车搭载的是一个9AT 它这套变速箱 无论是换挡逻辑 还是说速度 还有说它整个的这个平顺性吧 我觉得都还是OK的 它并不会像有的车型那样 就是换挡逻辑啊 很奇怪 当你低速的时候身踩 而它不会升挡啊 或者怎么样 这台车是没有这个现象的 我觉得这个表现还是OK的 那另外就是它整个油门调教的 是偏慵懒的一派的 我觉得这个设定很符合 我日常开车的一个习惯吧 我觉得我不太喜欢那种比较灵敏的 就是你在堵车啊 那时候你只要轻点 它会往前蹿进入扭曲平台 这种我不太喜欢 而这个车就刚刚好 可以保证了 大家在低速堵车时候整个的平顺性 这个是要给它表扬的 那另外呢就是这台车整个的悬架表现啊 就是属于中位置偏硬一点点 毕竟啊 它整个的外观那么运动 对吧 我觉得车辆调教的偏用运动一点也是无可厚非的 这个作为一些年轻消费者啊 作为它主打的这个消费群体 我觉得是能够接受的 它对于路面上这种细小的颠簸 就是你在车内比较能够清晰的感受到 这个路感也是比较的清晰明了吧 这个还还算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不至于说影响你整个的驾乘体验感 那对于路面上这种大的颠簸 处理的就非常非常好了 它车尾啊 整个的车身也不会出现多余的晃动 给你留下比较整的这种印象 这个更像是开德系车的感觉 这个真的是要再给它一个赞 另外就是它整个的NVH 大家也都知道 NVH一直是美系车的一个强项是吧 那在这台车上也是如此啊 在车内几乎是察觉不到其他噪音 除了说你身踩油门啊 放机舱会传递来一些多余的声音之外 我觉得对于其他的控制啊 还是OK的 无论是风噪胎噪都是OK的 那还有一点就是这台车配有一个ACC的自信循航 就您在开高速的时候打开这个功能啊 这样还是很方便的 而且这个功能就是一旦你使用了就无法戒掉它 我之前也是不是很常用 我觉得老司机开车嘛 你就自己开就好了对吧 自己对于车一个掌控是心里还有谱的 当你真正用了这个功能之后 你会发现它其实还是很贴心的 它无论是跟车的这个加速啊 还有刹车啊 它整个可以做到比较均匀的一个力度 让你在车内不是说它重杀脚啊 又身材油门一下 给你一个很不适的体验感 这个还是很OK的 那关于这台探界者的视频呢 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